他被称为当代暗器之王 也是唯一一个买勺子都要在公安局备案的狠人 更是被评为全网最危险的人 他能以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工具为武器 筷子 勺子 扳手 螺丝刀 就连毫不起眼的尺子都能被他打出入目三分的境界 普通的绣花针被他一吹 不仅极度精准 伤害更是堪比子 此招在古代的暗杀中立下了无数器工 被古人刺名为吹针 他的身上到底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暗器杀招 下来小编带大家走进信阳小伙的暗器世界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都说高手在民间 视频中这位长发飘逸的狠人就是典型的民间高手 他来自河南信阳的一个普通家庭 更是江湖为数不多的中华古武器传承者 他自幼就对中华武学里的冷兵器有着极强的兴趣 于是他就下定决心反复钻研暗器的精髓 为了提升暗器的杀伤力 在力量训练上也没少下功夫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一坚持就是十几余载从不见短 他把暗器功夫掌握得出神入化 飞刀被他随便一挥 直接击穿整只羊体 切菜期间突然转身 菜刀如同狙击枪一般命中指定目标 被网友们纷纷调侃说 遇到长发男子都夺远点 他的暗器功夫不仅威力无穷还极度精准 可谓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 一栋打把对他而言简直小菜一碟 十米开外的一节竹竿被他一标刺穿 又强势挑战极具难度的飞刀斩蜡 蜡烛被他一盏极灭 他的暗器功夫更是达到了草木皆兵的境界 随便一根树枝在他手上都足以致命 不仅如此 他还对拥有百兵之手称号的弓箭 有着深入的研究 可谓是指哪打哪毫不逊色 除此之外 他还精通古代暗杀记里的武林绝学 吹针 吹针爆气球 吹针破九瓶 就连目标极小的香烟也照样被他轻松命中 这强大的威力和精准度显而易减 简直太强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感觉小伙的功夫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强烈推荐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见